當女人好多煩惱 每天要想著變美還要變瘦 是 所以 將將 女人的美麗就進來了 我們請你跟我這樣過 出節目的新書啦 只要你讓我們活動網頁 留下你對2013年的美麗目標 就有機會獲得這一本 養瘦變美超簡單的新書 讓你健康又美麗 所以趕快叫我老婆也買一本 一般大概這麼大一條 就是一個早餐的全骨根筋 因為我不是常在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你每一餐都要有四等份的比例 雖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沒有做到就得不到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等份的全骨根筋 你就用地瓜 或者像我剛剛講的山藥 也是算這一等份 南瓜 玉米 譬如說水煮的玉米 蒸的玉米其實都可以 早餐吃玉米也可以啊 對啊 可以啊 就不要吃飯了 取代麵包或是飯 稀飯 非常多 然後再來就是一等份 譬如說你用無糖豆漿 就是所謂富含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另外兩等份就是 如果像我個人今天的早上 我剛好就是一顆牛番茄 然後再燙秋葵 就是你一定要有兩等份的蔬菜 早餐的秋葵是什麼 秋葵是什麼 他說這兩個都是我們在主食旁邊 在裝飾的 對 對 盤式要記得吃掉 沒有 其實我們要告訴各位 不是少吃多重就會瘦 如果這事情這麼簡單 我們學生話不會到現在 還有一本期刊叫Obisity 就是到現在2012年了 還有數以百計的科學 在研究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講的 你沒有把該吃的吃進來 它是不會帶些脂肪的 那像你剛剛說的那些組合 因為剛剛一直鎖定在早餐對不對 但運動不見得一定是在早上運動啊 很多人是在晚上運動啊 所以這個吃的原則方向比例 沒有像剛剛跟邱醫師我們就有講 如果你不是選手 你真的不用為了你有運動 你有正規的運動 不是像說KIMIKO老師 他們是職業型的 你就是正常的三餐 你不會因為運動而需要再吃什麼 宵夜 早點 午點 晚點這種東西 所以我可以 如果我有運動的話 我可以照常吃我的豬腳 我可以吃我的控把 我可以吃 但是料行吧 而且在我們的教室裡面 有百分之九十的學生 都是為了吃才來動的 因為就是 可是這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們都是帶著罪惡感來運動 特別是 像現在最誇張我遇過 禮拜一到禮拜五是上班嘛 六日休息 所以他的禮拜一到禮拜五上班 然後六日就從早上八點開始進教室 然後運動到晚上十點 因為他要彌補掉一個禮拜吃的量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這種人 他只是想要去消化掉他所吃的控吧 或是出腳 但他沒有要瘦下來 可是他就更慘了 事實上這種的 就是來一個月以後 他就會消失在運動的場合了 因為沒有成就感 不是 第一個 沒有效 對 因為其實那樣的運動的話 他已經是過量的負荷 他叫負荷量 他不叫運動量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他沒有基本的 就是我們講的肌力 來支撐他做這些運動 所以通常都 然後又去躺三個月以後更不想動 我有一次經驗 就是我前一兩天都在吃大餐 然後後來隔一天想說 不行今天一定要去烤箱蒸氣 然後要去走跑步機 一定要跑個一小時 然後要聽音樂 就讓自己一直跑 不管多了 就一直跑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人開始有那種 要冒黑驚心的感覺 就突然瞬間 然後我就把他勤下來 然後我就站在 那個跑步機還在走 然後我就站跑 我四周是在飄的 真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運動過量 因為整個環境在晃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那個就是你 就跑步跑一跑 然後就這樣 砰 打到你 不是 最佳跌倒鏡從2012 我希望說一定要達成45分鐘 然後什麼心跳率要120 才會有消耗脂肪的那個熱量的那個 一個數據 通常很多人在發很多運動的時候 就是他設了一個短時間 要瘦下來的目標 所以甚至他連飲食 搞不好都喝水 然後只吃 那已經超過身體 所以身體的熱量完全也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講的 通常他也不會代謝脂肪 因為你身體為了維持一定的 他本來會分解肌肉 可是像我們剛剛那個 一看那個表一看就知道 你肌肉一杯分解掉 你新陳代謝是更慢 那一天三餐 除了剛剛你在講說早餐要注意的東西 如果一天三餐 剛剛營養師有說 那就照常吃沒關係 那所謂的照常吃的定義 來 我們先撇開我們有運動 好 我們前期是有運動的話 那三餐應該 你運動的時候 像欣寧你剛剛講說 運動會頭冒驚心對不對 馬上 那是因為你可能前一餐 沒有正常吃的關係 對啊 沒有吃 如果你前一餐有正常吃 基本上血糖會維持在一個 基礎值的上面 對 那什麼叫做正常吃呢 正常吃就是你原先 比如講說早餐一份 中餐午餐各兩份 大概加起來五份 五分之一 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 這樣就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飲食的服務 所以肉啦 菜啦 蛋啦 什麼都可以吃就對了 對 都可以 其實減肥沒有說一定要說 這個不能吃 或者那個一定要多吃 其實沒有一定 因為總是這樣的控制 所以沒有人要說 什麼減肥澱粉類不能碰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個道理 當然如果說你要減肥 現在有一個醫學研究就發現說 因為澱粉類這東西 第一個它容易讓血糖上升嘛 對不對 那蛋白質呢 它吃進來以後 血糖上升會比較慢 它會增加你的飽足感 所以你下一餐的進食量 會比較少一點 我有一個天兵朋友 就是看了林老師講 那這四格嘛 對 他就叫老闆煮肉跟麵 就麵放一格 肉羹放一格 然後勾芡的湯放一格 另外那個他想要放什麼 放香菜好了 這樣有那麼均衡 這樣有均衡了吧 那也不對吧 我們講 那個羹湯就是相同於稀飯類的 羹湯是最容易讓血糖上上下下的 所以炒飯炒麵 燴飯燴麵勾芡的不行 舉凡你把大分子變成小分子都不建議 譬如說把水果打成汁 把飯煮成稀飯 而且水分很重要對不對 對 促進代謝的話 對 當然如果還搭配運動的話 水分的補充當然很重要 其實它不是一次喝500cc 水果挑哪一些比較好 番茄 西瓜 其實我們就講 水果哈密瓜 瓜類的哈密瓜 然後香瓜 西瓜這些 瓜類的它糖分高纖維質低 它抓不住糖分會容易吸收 這種瓜類的盡量不要 然後其他的像我們講的 大家容易買的 像芭樂 蘋果 這些其實都很OK 對 然後一天三種 一天三種 趙偉 芭樂 蘋果你要找到甜 你知道有多貴嗎 對啊 一般都是那種吃下去跟辣一樣 真的不會 對 我們經常都用很平價的 買到很平價的 對啊 我們都平價 你都被騙了 沒有買 有心的 西瓜那邊的水果行 真的是很不黑心 所以這個是在飲食上面的 一個方向原則 大家比較有一個邏輯 才不會說吃的東西都不對了 方向錯了再怎麼運動都沒有用 對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重大元素 運動類 運動的時間還有方法也要對吧 可是每一次運動要多久呢 像我們一般 像我都是去上瑜伽課 然後瑜伽課可能一堂就是 瑜伽算是瘦身的運動嗎 也不錯啊 也會流汗 有時候熱瑜伽 你是在冥想的嗎 沒有 瑜伽有瘦身 有熱瑜伽 熱瑜伽整個就像蒸汽室裡面 在做瑜伽 那是排水吧 可是你不覺得 熱瑜伽很無聊嗎 不會啊 不是 你們兩個女生 到蒸汽室裡面去吵架 都會消耗熱瑜 對 何必是在那邊坐瑜伽呢 他只是流汗而已 他有拉筋 拉線條 對啊 我覺得好處多多 對啊 一次一個小時 我覺得就很棒 讚 如果除了瑜伽以外 我就維持不了太久 就不要跑 不可能跑十分鐘就好喘 就是要找到自己喜歡的 對 那現在時間上到底要多長呢 假設一個70公斤的人 整天躺在床上都不要動 一天消耗是1650卡的熱量 這樣大家嗎 可是他如果姿勢改成坐著 從早一直坐坐坐到晚 你知道他可以多消耗200卡的熱量 真的 那這是不吃不喝 如果他還要吃東西又喝水 他又多消耗200卡的熱量 你看看光吃東西喝水 都可以消耗熱量 這樣這個意思你懂嗎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其實你知道外國的研究說 你只要多站起來 你知道我們以前講過 站起來的時候 你又維持站立的姿勢 你大腿就要收縮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在燃燒熱量 那你知道你坐飛機的時候 為什麼坐久了 他拿個毯子給你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肌肉沒有再收縮了嘛 你腿就冷了 你這樣了解嗎 是不是 他真的以為他真的那麼無聊 如果你在運動的時候 加一點膠感神經的刺激 會提早燃燒 怎麼樣 就是你在跑的時候 我不太會跟人吵架 就是如果你本來是跑步 你現在變成跟人家比賽籃球 對 所以我這個月 從抓200開始抓500 對 就光在那邊 突然看那個線有沒有 這樣 都消耗得比較多